不少朋友点名想看赌博默示录,今天他来了 伊藤开斯在家黑中介打工,老板黑奇是个吃人不土骨头的奸商 名为良善心业,工资却会被抽水七成 辛苦一天的收入也买不起几罐啤酒 大家好,我是木春 开斯咬牙买了罐啤酒,连花生米都没一颗 这时出现一个老头,慷慨的请开斯吃了顿带婚薪的好饭 老头当然不是慈善家,他是来找开斯合作的 眼前有一个发财的机会,双话间掏出一张海报 空前绝后的大乱斗,阿别塔 据说是一个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的老人主办的救济游戏 游戏很简单,就是争夺大楼顶上的一张卡片 而且老头知道一些信息,他带着开斯来到比赛场地 13号仓库,说着楼顶的铁塔大约8米高的地方 就是放置卡片的位置 能事先知道场地环境,简直是开了挂了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老头开口试诚之后要分一半 发令枪响起,高塔上公布了卡片位置 正是横冰13号仓库 上百号无业游民,真香向目的地进发 在疯狂的人群中,开斯不慌不忙地故意放慢脚步 假装摔倒后,偷偷改道抄了进路 他来到白天的地方,果然卡片就在老头所说的位置 大队人马陆续来到塔下 但大家互不相让,即使爬上去也会被人拉下来 而开斯架了一个公子缸,从上面靠近 此时出现一架无人机 但缸接近就被大家用投资物砸坏了 大家缓过神了,发现空中的开斯,便上去摇晃开斯的公子缸 眼看有人快要到达塔顶 开斯纵身一跃,摸到了卡片 但从高处摔下后,卡片被别人抢到 还好这个游戏很公平 第一个在卡片上留下指纹的人,才是胜利者 开斯首战告捷 正在观看直播的老头,高兴得很 果然没有看错人啊 但是开斯没有选择拿现金 而是选择了卡片背面,绝密信息 他拿着卡片来到一处古宅 刷卡后,门便开了 看来有人先到了 眼前的美女叫加奈子 是大阪区的获胜者 但她似乎只是运气好 被卡片砸中了而已 此时秘书推着一位老人来到房间 这老人名叫东香 就是游戏的主办者 开斯和加奈子 正是老人想要找寻的 拥有运气和勇气的人 东香要两人帮他完成一个游戏 对手正是开斯的老东甲黑棋 游戏名 最后的审判 人类秤 秘书带两人来到地下赌场 这是开斯以前工作过的地方 但现在是地爱集团的地下乐园 到处是疯狂的赌徒 这个名为最后的审判 人类秤的游戏 就是对战的两人 用全部家产兑换成黄金 放在天平上一针膏下 赢的得到全部黄金 输的直接倾家荡产 虽然游戏是一对一的比赛 但可以有外援 家人朋友投资人都可以成为外援 除此以外 还有最后一群人 粉丝 也就是会场的观众 压队的观众 也可以赢得压助的两倍 比赛时间为五小时 地爱乐园 还有更刺激的游戏 比如这梦幻跳跃 十人中只有一人可以胜出 也就是活下来 这个幸运儿 可以获得十倍的奖金 当然观众也可以压助 同样是一赔十的赔率 十个人像冻吉一样 系上绳子往下跳 其中会随机有一个人 被绳子拉住 如同冻吉 另外九个人 基本等同于跳楼 这些以命相搏的游戏者 只是卡片上的数字 即使是开斯这种级别的赌徒 看到这游戏 也有点心慌 了解游戏规则后的开斯 和东湘准备游戏对策 东湘的家人 只有一个弟弟姓易 姓易有一块地皮 但在早已出嫁的女儿名下 价值达五十亿 算是一把不为人知的绣剑 老人最大的外援在朋友里 学生时代的好兄弟 唐本 是一家大型企业的老板 估值超过五百亿 秘书还悄悄告诉开斯 东湘有个情人和孩子 但很早就抛弃他们了 当时送了一幅名画 作为分手礼 应该价值不菲 游戏明天就要开始了 时间紧迫 开斯找了一起 打黑工的工友来帮忙 游戏正式开始 双方登场 裁判宣布游戏规则 游戏从12点到17点 共5小时 游戏时间内 下注的所有金币都有效 根据转盘决定 三个F的顺序 将于14点 16点 17点 三次公开双方的耕种 掉落在地上的金条和金币 归第二集团所有 没有意义 双方在合同上签字 并准备开始游戏 双方把全部资产推进会场 包括现金 固定资产和有价证券等 然后折算价值后 兑换成金条 一个金条价值1200万 由于估算时间较长 游戏延长10分钟 第一轮转盘是朋友 黑级的朋友有点怪怪的 年龄参差不齐 也没有朋友间的那种熟悉 反观东乡的朋友 都是非富即贵 年龄相仿的成功人士 但收藏家朋友带来的收藏品 因为没有记录 而无法估算价值 好兄弟唐本也来了 但是却是作为黑旗的朋友 因为黑旗查到了唐本公司 有漏税行为 要是不答应 恐怕公司不保 原来黑旗找来的人 都是被黑旗抓到把柄的人 黑旗手段用尽 让东乡的投资人 原本要投资10亿 减少到了5000万 东乡弟弟的土地 也被鉴定为垃圾厂 估值大打折扣 就连东乡的秘书也背叛了 因为他就是东乡抛弃的孩子 名画也压到了黑旗的天平上 但鉴定结果是分文不值 原来这画是东乡自己画的 并不是什么名画 他对情人的感情也是真爱 这画是不值钱 但画框值半个金币 黑旗见画根本不值钱 那秘书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叫秘书可以拿着半个金币滚蛋了 秘书相信了东乡的话 把半个金币投向了东乡的天平 好像丢飞了 黑旗已经领先超过100亿 最后的粉丝环节 一个金币价值30万 大多数人选择了胜利在望的黑旗 这就是现实版的只有锦上添花 没有雪中送炭 此时开丝的小伙伴拿来了十亿 这十亿是他向东乡预知的巴别塔的奖金 当然十亿不足以帮东乡逆转 但可以当赌注啊 可是VIP楼层的游戏除了蹦击都停业了 肯定是黑旗搞的鬼 他是要开斯去跳楼啊 跳就跳 开斯来到梦幻跳跃的高台 十分之一的概率 这还是在黑旗没动手脚的前提下 此时加奈子和回心转移的秘书 分头去了垃圾场和控制室 加奈子在垃圾场上找到了上一次比赛的票根 而秘书则把黑箱的开关给关了 这样的话开关还是保持在上一局的数字9上 虽然黑旗关照要开斯死在这里 但黑旗这黑心老板也并不受员工待见 管理员想 要是开斯挂了 也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要是运气好没挂 那黑旗就挂了 也不是坏事 在平台上 犹豫不决的开斯看到加奈子被抓钱的口径 好像是9和10 日语9发音是Q 10发音是G 他选择了10 这下死定了 这边老爷子心脏病发作倒地不起 开斯冲了进来 不对啊 开斯怎么没挂 原来他在最后时刻看到加奈子的手势 换成了9 这9又是怎么来的呢 是加奈子看了上一次比赛的票根 缺少的那张就是上次胜出的号码 也就是9号 但黑旗说 然并软 因为游戏时间已经快结束了 结算期也不能往上放金块 此时开斯的小伙伴终于派上用场了 他们控制着无人机将金块放上了天平 眼看东湘即将翻盘 众人想到这恶人黑旗也有今天纷纷倒戈 把金币投向了东湘的天平 两人站上天平 没想到最终比的是体重 天平还是偏向了黑旗一边 等等 这时候有一枚金币滚到了天平 正是那半枚金币 那黑旗看不起的半枚金币 玩火者中自焚 黑旗的巨额财富来源于不择手段 亦是这不择手段让其不得人心 最终导致财富灰飞烟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